Hello 大家好 相信大家看標題都會猜到我想說些什麼 我今次將會講的就是這個直播主達哥 今次將會講一下我什麼時候開始追隨他 還有就是講為什麼會追隨他的原因 還有講一下他的看法 對他的看法 現在你看到的就是一個攝像頭 非常便宜 因為我也想給大家看一些東西 還有我有寫到一些稿 看到一頁半左右的字 但因為太窄了 大家未必看到這些字 開始了 我大概就是由2014年開始去關注這個達哥 2014年他就直播了一隻遊戲叫做靈影特務 這隻靈影特務就是玩家就是飾演一個角色 就是在這個城市的高樓大廈裡面 進行這個parcour的極限運動 就有些關卡的情節就是要逃避一些追捕者的追捕等等 那我當時就覺得這一位的人呢 就很吸引我去看 因為就比較有趣的方式去演繹 還有他玩得就很投入 很投入 還有就是很搞笑 就是經常都會卡關 但是就不會說很容易去發脾氣 或者怎樣 那所以我就開始有看了 就在這個靈影特務開始了 那原因就都不 都算簡單的 真的很簡單 都是聲線特別 聲線特別的 有別於一般youtuber的 或者實況主的 音物感 還有價值觀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他價值觀 那方面吸引我呢 就是呢 他在直播頭一個小時 都會在這個fever 玩這個fever的遊戲 一個踢足球的遊戲 踢球遊戲 那他跟他的兄弟玩fever的 那他跟兄弟玩fever的時候呢 他就會去分享一些他當日 或者是他最近有什麼特別的新聞 那就會說回對那個新聞 那個報導的一些看法 或者一些評價等等 有時候都會作出一些小建議 雖然有些建議可能會空泛 不自實際 類似有一些法律大計 或者一些比較有趣的建議 那但是呢 雖然不自實際 好像 但是呢 仍然可以看得出 這個人呢 其實他是有一個無比的創意 和一個幽默感在 所以我就一直有看開他的一個直播 那大概說一下經歷過什麼遊戲 由美英特務開始呢 大概經歷過就是這個watchdog watchdog的一個少年警棍 last of us的dlc的一個長版橋 四日的卡關紀錄 the fifth就是這個潛衡 暗影潛衡 然後deadwising的異屍底 因為他的deadwising好像是三 那我記得跟kissby玩 然後the evil within就是早洩 早洩 還有其他人 我記得最記得就是早洩 那麼 Fy Christ 4就是趴佳明 然後就刺下大革命 那刺下大革命 我沒有記錯 好像是Dicky 沒有記錯 那北邦的旋風符 autodack的章魚爸爸 人中靈等等這些遊戲 那我經歷過以下的遊戲 那鑑魚都非常之多 那我都不特別說這麼多了 因為都說了很多 那麼 從那時候開始 就每晚九點半 準時去到這個電腦前 就等待這個dlc的直播 那我覺得當時開始 就覺得其實這個九點半 直播的環節 就好像達哥去到這個戲院的台上 然後呢 我們就是在這個台下 去觀賞他的一個今天的表演 或者他今天的一個娛樂的活動等等 那我有時候就會在 我們這些觀眾 可能就會有時候在下面呢 就會跟他有個交流 有個互動 就是可能給一些的建議 或者是一些的 一些的 可能小小今天的分享 可能當日有些什麼不願意 或者一些有趣的 搞笑的事想分享呢 那就會在chat room裡打給達哥 打給達哥看 然後再回覆等等 那我覺得其實都 某程度上呢 是 即是我比喻為是戲院看戲 都 都 都算適合 我覺得 那 剛才說過了 太多遊戲都不特別說了 那其中我自己覺得呢 他比較特別的一個實況的遊戲 就是人中之龍系列 那我都是因為他而接觸人中之龍這個系列 那為什麼會發 覺得是呢 因為人中之龍本身就是一個很特別的遊戲 就是著重友情 就是友情有義的一個遊戲 就是這個 主角同身一馬 那我都發現了 那我呢 在Youtube上有一條影片 就是MUV的一條影片 那當時 就有看過的 那他那個影片的標題就是寫 夢之繼承者喚後感 大概是這樣 是的 那一條他玩人中五的喚後感 那簡單來說那條影片的內容 是一個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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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就是說 希望各位 從遊戲當中 學會 要做一個有情的人 而不是只會為錢 要為自己活下去 堅持這個夢想 那這個就是他比較重點的一個言論 那我看完這條影片的時候 我會覺得呢 其實這個人呢 是非常之有才能 有口才 有才華 還有這個 他那個思想 他的價值觀 是很好 很正面 就是他可能會覺得 所有事情都可以解決到 就是都慢慢逆流而上 總共一天他就會 找出自己的長板橋 或者是 看到光明等等 那我 可能被他有點 誇張了 那大概的意思就是說 他堅持下去 繼續堅持他的夢想 為自己活下去 就不是只會為錢 要做一個有情的人 那他就是希望各位 可以學會這個 一個的啟發 那我就 剛才都說過了 我覺得他很有才能 可以透過一隻的遊戲 得到一個這麼大 甚至是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得著 我覺得到 他如果繼續是以這個想法去生活的話 他日必勝大氣 大家都有眼睛看到 他現在都基本上都 叫做 很成功 他基本上都很成功 對 以上這些就是我尊敬 這一位 還有我喜歡這個人 的一個原因 對 大概直到2016年 年中 左右 開始我就不是整天好看直播 那為什麼呢 那就是因為準備要投身社會 就要工作的關係呢 變相可能 不外乎都是369-6 然後又屎又尿又皮 那為什麼呢 就因為 大概每次說屎 他就會說又屎 說尿又又尿 大概就是這樣 OK 那我先揭一揭 所以呢 那所以呢 上班之後我就很少再去看直播了 是的 那有時候可能下班之後就看重播 一邊打機一邊當電台這樣聽 作為一個生活上的精神之處 那 因為我在他那裏 直播那裏都 有一個 很正面的價值觀學到 沒錯 然後呢 就沒有看 就是2016年開始慢慢都沒有看直播了 可能變成了看精華 還有 看一下哪一些 就是看一下什麼遊戲 那如果是一些 相對來說我自己沒有那麼大興趣的話 就可能沒有看 就是Fever那部分 我有時候都會 就是那時候都有看一個中演之後 可能下半部分我就未必會去看 這樣 是的 那除了工作艱辛的原因之外 剛才也說過最大的原因就是洗班問題 那我剛剛就聖氣 就有一些洗版的一些言論 一些留言都比較 令人反感 就是當達哥說一些電影或者劇集的一些內容 或者是 基本就 不是一些重大 就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資訊的時候 總共一班人就說劇透 然後就說不用看了 好像說到 然後呢 達哥完全正在劇透著電影或者劇集的內容 但是可能呢 達哥說出來的那個說話 根本就沒有牽涉到那個劇情 是的 就是可能很小很微小的一樣 至上可能在說 人家那個trailer在說什麼 就是他的預告在說什麼 可能達哥說出來 然後還有一班人就說不用看了 那毫無二日文是終結了這個話題 並且就 影響了一班可能想跟達哥分享 他看到這個預告片的一些心 一些劇集的看法呢 想跟達哥分享 可能都完全被那些洗版洗走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 蠻反感 就是 尤其是有些包咬頸 都是很麻煩的 就是可能 明明那樣東西 就應該是 90%是對的 但是他們總會說到 相反 就是擺明是 打對頭 擺明包咬頸 那樣的 所以這些行為都是比較 令我看直播少了 可能就算看直播都不會看checkroom 即是放在其他地方 然後checkroom遮蓋著它 真的毫無疑問 這些行為是影響了台的一個質素 簡單來說就是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 我現在基本上已經unfollow了 那個原因是什麼呢? 沒錯 這裡不會很詳細地去分析或者去講解 只會講最重點最重要的部分 在7月24日 他就出了一篇文章 還有一條影片 那個影片和文章 大概那個內容就是 搞了一個活動 然後就想送一些禮物 給一群支持他的兄弟 沒錯 原本也沒什麼特別的 但糟糟糟糟糟 下面打了三句說話 令我覺得很反感 而且感覺上已經變成了陌生人 好像這個人不太熟悉 在其他人的角度來說 可能這三句說話 是跟某些人說 而且可能沒有什麼攻擊性 但在我的角度來說 我會覺得 打得出這幾句話的人 真的都不像他 即是不像他的風格 剛才也說過 他打了哪三句說話 這三句就是 請無事引戰狗 引戰狗請離開 打了三句 打了三次 大家可能有聽過重要的事情 說三次 他很明確地告訴大家 這個是很確實的說話 一個句子 在這裡也想說一下 其實他口中所說 所說的引戰狗 其實有可能是一群 一直都支持著他的觀眾 即是可能由他開台 差不多他都開了七年 六七八年 沒有八年都有六年以上 可能由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一直在追蹤 一直在關注 但竟然用引戰狗的字眼 去標籤的人 這件事我是很不接受 很難讓人接受 很難讓人接受 因為我認識的性格 是不會故意去罵人 很多時候他都會說自己錯 例如有時候踢球 他有時候可能 隊友會吵架 但他都會說自己錯 自己錯 繼續努力 繼續打好一點 我其實都很不相信這句話 但毫無疑問這個是真的 令我也覺得很失望 或者你可能會覺得我不是一個真兄弟 我其實基本上 剛才一開始都說過 就在2014年開始一直看 看了大約兩年或三年以上 雖然我在他身上沒有一些 沒有給過任何的得益 或者是一些利益給他 但也算是一個 感覺上我熟悉的人 感覺上我熟悉的人 但想不到他會說這些話 去說別人 這件事是我頗接受不到的 所以我已經是 unfollow了 沒錯 我也曾經有想過 就是 嗯 會不會這個台 開到永恆 開到永久呢 而他也不會一直 去追隨自己的夢 堅持自己的夢 為自己活下去 但是很可惜 基本上 現在都 滅亡了一半 那麼 我在這裡 也不會說 去特別追擊他 或者怎樣 也都希望大家 不要特別去追擊他 沒錯 那始終他有帶給我一些歡樂 那我 老實說 歡樂 就帶給我很多 娛樂 也帶給我很多 一些正面的價值觀 也帶給我很多 那所以呢 嗯 我現在的選擇 只是會 很多時候都會沒事 還有 就不會去 不會去 再理 或者是 再說任何關於這個人的事 對 真的都 沒話可說 沒錯 亦都給大家看最後一件事 這張是 曾經是一張合照 我想他未必記得 那我 都是剛才所說 我沒有任何的一些利益給他 只是一個密密支持的人 可能失去我這個小小的觀眾 對他來說 不同不養 嗯 但是都想說 其實 由很多的角度方面看 他真的都改變了很多 那 不得不承認 其實人經過了一些時間 可能會有所改變 想法很多事情都不同了 可能 嗯 很多背負著 沒錯 我都覺得是對的 就是 說回一開始這件事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強迫都不是一件好 就是 有自由他不說的就不說 但是 但是 很多人都強迫 之後他都沒有開台 然後 出了這一宗就是罵人 又說 打了一篇文章 就完全不覺得他那個文不寫出來 就是 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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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都被情緒影響了 就是看起來 好像是情緒化的一篇 就是情緒化的情況下 寫的一篇文章 在最後都沒有什麼特別想說 那就祝他 跟他那班觀眾呢 就 繼續開心 對了 等等 那我 呢 那我 呢 那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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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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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